哈囉大家好,我是裴威 今天呢,我們要來做一集 特別的單元 就是美食開箱 但是我一個人是有點單調 所以我今天邀請了一個好朋友 那我們一起又熱情的掌聲歡迎 泡泡哥哥,幼兒男生 他是我的高中同學 外加大學同學 然後出社會之後又一起工作 沒錯,Let's ride 很衰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試吃什麼東西呢? 試吃什麼? 鹽加蜜餞 這次呢,他們出了三個口味 高粱、脆梅 辣橄欖 紫蘇梅 最正常口味 紫蘇 紫蘇梅感覺很好吃 這兩個感覺不是平常我不會吃 這兩個很特別 其實我本人不太愛吃蜜餞 跟醃過的東西 乳肉飯旁邊不是會放那個黃色的 那個我們必吃的啊 我都會挑掉耶 因為我是最不愛挑什麼的泡泡哥哥 好,大家也訂閱一下泡泡哥哥 因為他就是在教小朋友 所以隨時隨機會出現一些難以理解的行為 沒有 像這種名產類的 我覺得一定要嘗鮮一下 它發脹也很精緻耶 它有點 茶香耶 它外面有裹一層糖 對,它外面是糖粉 一般吃這種啊 它會有一點就是外殼都會硬硬的 然後會不好吃 它感覺很新鮮耶 對,好像是剛從梦裡面拿出來 就是拿出來 然後有點水分在 對,然後軟軟的 雖然裹著糖粉,但它不會超甜 不會膩 因為很多吃了一顆,你不想吃第二顆 還是因為它本身是酸的 這個我推薦 這個我推薦 滿好吃的 不會 它這皮是軟的耶 滿帥厚的 那我們來吃第二個口味 喔,這感覺很辣 感覺吃完就是 嘴巴都會紅紅的 不知道辣甘卵是什麼樣的烤餅 來來來,Hulk哥 你先嚐,您先嚐啊 你... 你...你不想吃 給你一個最大顆的啊 就甘卵的味道 我覺得還好 謝謝 但是我現在有點全身發熱的感覺 就是風景舒暢 它聞起來是很香的 它辣不是一開始你咬的地口的時候 就會突然啊,很辣 沒有 它是甜甜中帶一點點辣 然後那個辣呢 有一點小麻辣的感覺 對,一小麻辣 對,小麻辣的感覺 然後會慢慢的深入你的那個 整個口腔裡面 對,然後散開來 對 但是它不會 它不是一下子砰 對,不會很嗆辣到不舒服 對 好,今天的重頭戲來了 我們要來開箱的是 鹽家蜜餞 高粱脆梅 這樣敬蚊就有 敬蚊有 你說我是假敬蚊 假敬蚊 哈哈哈哈 我就知道你要接這個 敬蚊 那我就飛龍在天了 等一下,你這裡卡的那個辣桿還太大 散排 左散排 左散排 先給大家看一下 王美聳 對,王美聳 沒有很高粱的感覺 真的假的 就是不是大家想像那種高粱很刺很嗆的那種味道 它是香的,整個融入在脆梅裡面 有一種就是帶有酒的巧克力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但是帶有酒的巧克力它會嗆鼻 然後會不舒服 其實我不喜歡 它這個是 真的是 這個是 這個很溫潤 對,很溫和 很溫和 它是 就跟剛剛的辣有點感覺是一樣的 就是它慢慢的帶出那個香味 但是它的酒味沒有這麼重 它吃起來很舒服耶 就像我不喝酒,我也覺得這個很OK 不吃辣,我也覺得辣橄欖也OK 但是會不會有些人會很期待這個很久 就是酒味很重 對,有些人很喜歡 其實它聞起來酒味很...就是... 聞起來是麻油酒味 麻油酒味的感覺 就是因為它是煙 它已經跟那個脆梅就是融合在一起 對 謝謝阿姨 既然那麼特別的物件 讓我們體償了那個就是高粱酒口味 讚 沒錯 事情是這樣,就是小時候有個鄰居阿姨 她現在搬去金門住了 她現在在金門做生意 金門最大家的陶瓷工廠是他們家開的 去年我還有去金門拍了一個Vlog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看 就是可以欣賞一下那美麗的風景 跟陶瓷博物館等等 那會建議去金門嗎? 我覺得人生可以去一次看看 你才會發現說 哇!原來金門長這樣 我還沒有去過耶